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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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電影意外裡的警察 暴力報復老百姓 點出警方執法拿捏問題 你怎麼會這樣 我一直都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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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街開槍殺人 暴力毆打 不只美國警方有過爭議 菲律賓警方曾經出動警車碾人 槍殺毫無防備的民眾 如今這些暴力執法場景 很有可能成為中國民眾日常 要關注的這份公安機關 維護民警執法權威工作規定 它的核心就是維護民警在執法當中的權威 保障他們依法履行職務 這份中國公安部新出台的規定 將於2019年2月1號實施 明定公安民警執法不受妨害和阻礙 過程中對民眾合法權益有損害 不用承擔法律責任 因此引來外界爭議 擔心未來警方執法會有無限傷剛的模糊空間 中國公安部解釋 過去五年警方執法 遭遇民眾襲擊死亡的有2003人 受傷殘廢有2.5萬人 因此修訂細則保障執法權益 但是中國警方暴力執法的爭議也不少 之前深圳民警橫打台女 就引發不小爭議 中國各地也經常可見公安執法過當場景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碩士賴建平提出反駁 西方國家警方執法不具政治因素 中國是一黨獨大國家 未來警察很有可能成為專制政權的打手 長遠來看這道公安執法金牌 只會讓百姓活在更壓抑的環境 三連新聞最後報導